今天四月阳光带大家来看看C15区的购物中心Fairview Mall Fairview Mall于1970年落成,是多伦多最繁忙的商场之一 每年吸引大约1300万名游客,面积约为80万平方米 拥有180多家商店,还有办公室和电影院 相比市中心的商场,Fairview Mall的交通和停车更为方便 商场里面吃喝玩乐应有尽有 而且如今的Fairview Mall正耗资8000万加币扩建和重新装修 面积还要扩大25000平米,还会增加餐馆和食品供应档口的数量 同时会进一步地改善商场内外的人行通道 增加购物者逛街时的舒适体验 而且与Domios地铁站的衔接也会更加地完善和便捷 值得一提的是,仅挨着Fairview Mall的Fairview公共图书馆 更是全多伦多市民最多使用的公共图书馆 房客人数高达62.5万人次 里面有青少年天地,艺术展览厅,自动借书和还书系统 还有一个剧院 想象一下,住在C15区,生活和学习该是多么方便啊 多伦多市政府也表示,除了重金改造商场本身以外 更希望能加大对周边区域的开发 比如新增住宅,酒店和办公楼等等 四月阳光在几年前就帮不少客户购入了Fairview Mall旁边的新公寓 随着房地产的节节攀升和此区的蓬勃发展 当初的楼花也渐渐落成和交付使用 视频前准备投资置业的朋友们不妨留意一下C15区吧